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们在将道的规律运用于生活里面的时候 会表现出怎样的行为方式 还是庄子在强调 虽然大道自解 我们很简单就能说明白 修行为什么 我们怎么修 你是如何得到的 得到之后是什么状态 但是我们却无法让这么明白的公开的秘密 让所有人都受益 让更多的人受益 这就是道之存在的悬崖之处 它无法汇集万众 而只能折其闲者而用之 这就是我们平时教的冥想课堂里的内容 说如何能够在生活里面顺流 让自己幸运呢 符合天道就可以 符合天道怎么做呢 就是临在 修行就两步嘛 第一步是临在 第二步是持续的 以修行的那些工具 来让自己保持临在 那么如何保持临在呢 很简单 就是去除那些不让你临在的各种因素 你就临在了 而这些去除的这个过程 就是我们修行的过程 也就是我们自我观察的过程 因为一切临在的处理 说我们没有临在 都源于我们头脑的控制 所以说更加简单的 我们修行的目的的这个方法 只落在了一个点上 自我观察 让自己时刻觉知到 脱离我们 让我们出离 临在状态的那些各种因素 你观察它 它就不会起作用了 所以呢 修行是不是大道之简呢 但是 它会给我们带来的这个 益处 那更是无法估量的 却让我们都明白 有的人说 老师不明白 我做不到 有些人更是无法有机缘 遇到这样的开悟的状态 顿悟的能力 那么我们现在 庄子继续 的文章继续要说的 还是 这些无法 窥到 道的真相的人的 言行 和他们的表现状态 这一段开篇说了一段话 是 惠子 对庄子说的 惠子是这个 一个丞相 他说 但意思就是 别人给我一个种子 是一个大葫芦的种子 我种去以后 长出的葫芦 比平时的小葫芦 大五十多倍 那你想想 平时的小葫芦 可以用水 当做水瓢 那么大的葫芦 你想盛水 那个葫芦软 那个壁还薄 那么大的这个面积 就是溶积 它要把水状里面 它一定会破的 所以说我就撇了 弄碎以后扔了 啥用也没有 它在暗讽庄子的 理论 恢弘而不切实际 言辞 那个夸大 完全无用 而庄子怎么回答的呢 生活里面 我们会对于 真相的牌 真相的呈现 而产生排斥的作用 这是我们自然的 头脑的抗拒 说本来老师讲得非常清晰 你却在那儿 完全 就是有了愤怒 你不知道为什么 你会生气 就是因为面对真相的 假我的口诀 那么庄子怎么说的 庄子说 我夫子 顾拙于用大意 什么意思 拙于用 就是你对于事物的各尽所用 物尽其宜 太没有这个能力了 就像我们用现在的词语来说 你对于这个每一个事物或者人的这个眼光用处 你完全没有 你根本就不知道用人 你也不知道对于事物的这个 哪里轻哪里重 然后他举个例子说 有一个家族啊 他们专门是卖那种药膏的 这种药膏可以不让泡在水里的这个手啊 那个裂口子 生穿 他们是世世代代就是 这个药膏非常好使 就以这个小生意为时生计 也能够养家户口 那么有一个人呢 就花重金 百斤买了他的这个药膏的偏方 他的这个配方 然后他们家人就开会 说卖不卖呢 说卖了吧 咱们一年 这个卖的也不过就是几块钱 维持生计 咱们一下子好几百斤 我们卖了不更合适吗 然后卖完以后 这个人就去找吴王 当时的吴王呢 受越人的攻击 他们呢就打不过 因为他们善于水战 这个人吴王说你能打过他呢 你就去帮助 你去当将军 你去打仗吧 这个人领了纸以后 就领着将士们 去跟越人战争 当然他有这个药膏以后 无人呢就不怕越人的这个水战 也不会生疮了 他就得到了这个凯旋 然后呢 吴王 风土 烈地 赏赏黄金万两 等等 庄子这个解释说 意思就是 不让狩猎 这一件事 不同的用处 得到的效果不同 一个是猎土封猴 富贵荣华几代人 也一个是只得了 一百斤 两百斤的那种生活 这就是 作与用的表现 我们无法让一个事物 发挥其真正的价值 这是庄子 对惠子的回答 这一段啊 夫子雇作与用 大义这一段 特别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我们要深刻的理解一下 就是我们说 抹腰膏这件事情 如果用在 这个普通人的传承上 它只能是 维持生计 但是 同样的一件事 用在不同人的手里 它的这个功用 就完全的 无法比拟 就像我们研究圣典一样 说庄子的这个 这个 著作 道德经的著作 还有我们说 佛家 和道家 就是 综合起来 应该叫禅宗 禅宗之余 日本还有韩国 他们的这个作用是 非常的显著的 而在我们国家 却沉寂了好多年 中间呢 如是道 国学都断成了 所谓断成呢 就是我们 对他们的理解 已经没有了 它的本意 所以我们才会有 今天的 重新讲解 这就跟这个 这个 洞窗药膏 它的用处一样 在这几百年 或者是几十年 之内 我们无法 传承 道的 真正的应用 和 道是如何 和指导生活的 我们没有那些传承 我们只把这个 道德经啊 庄子 校友啊 当成课文来背诵 朗朗上口 去研究它的文学价值 研究它的这个 什么 庄子的格局 庄子格局 用我们研究吗 对吗 我们说 它的文学价值 不代表 它的理论价值 而我们为什么 要这样研究呢 就是因为我们 没有能力 物尽其用 各尽其宜 作与用 就是在用尽 用各事物的 这个能力方面 不行 也应该说 我们 这个断层 让我们无法了解 道的修行 对我们生活的 真正无法言喻的意义和价值 那么就像我们说 你读了多少个博士 研究了多少年的庄子 却在研究说 庄子的这个 孤独有多少层次一样 说它的典故出于哪里 这个大家都在说什么 它可以指导我们生活里面 怎么去实践 而真正道的修行 说他说的话可以指导 有用吗 我们什么都懂 却过不好这一生 就是因为我们 没有实际的修 而庄子道家 他教的是如何修 在事上练 王阳明的这个心记里 知行合一 我们前面讲 那个县令问他 说的我工作忙啊 我这个日理万机的 王阳明就笑了说 我们谁让你跟我学习了 谁让你来听我课呀 你只是懂了之后 回去在世上练 在任何事件上 以宇宙观高维的意识 去改变你的惯性的 受限的思维模式 行为习惯 你就改变了自己的境遇 所以道也好 逍遥游也好 都是在教我们如何 在生活里面 正确的选择的方法 所以这才是道德经 逍遥游 庄子 他们的真正作用 就像这个洞窗药膏一样 我们要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它是带给我们脱胎换骨 天下太平 治国其家平天下的 这个能力的 跟我们的生命的品质 关系 幸福息息相关 它决定了我们 是否能够幸运的根本 这才是它的用处 所以我们共勉吧